看到啦 我就是搶黃燈啦 搶黃燈 卡丁 桐林柯韻被警方攔查前後 車門大開 司機站在路邊 情緒機動很不耐煩 桐林柯現在還是不雕燃了 我也沒有啦 司機狂挑針說是黃燈 他沒違規 還說警方刁難 車上大約10名車客 時間也因此被耽誤 那底下你和搶黃燈的話 他有一秒兩秒的時間嘛 不是嗎 一秒兩秒嗎 看你已經 亮左轉箭頭了 你亮左轉箭頭 是嗎 對啊 司機違規就是事實 因為監視器通通拍到遠景當下 也看到了任憑他再怎麼狡辯 都沒有用 警方也依違規闖紅燈 開罰1800元到5400元 時間而已 我無點了 我要弄了 燈發單的時間 司機速度看著手錶態度 十分無所謂 似乎對於闖紅燈行為 不當成一回事 只擔心誤點了會被罰錢 不是說紅燈會馬上回 你是黃燈 因為他那個黃燈 閃得很奇怪 事件發生9月29號下午3點 是台中市執行公車大執法首日 兩名員警執行經過南屯區 五權西路與大中南街口時 發現同年客運公車 完全沒有減速闖紅燈 讓後方的汽機車 還有旁邊行人都看傻眼 趁公車左轉時警方包抄攔截 整個藍茶過程大約5分鐘 結合一郊志工等名利 於公車站駐點加強宣導 9月22號發生聚業客運撞死 東海女大聲的事件 引發社會輿論一面倒罵翻 台中市鐵腕執行公車大執法 根據統計從9月29號到10月7號 光是能囤去藍茶公車違規 包括沒打方向燈 亂超車闖紅燈 短短11天就有8件公車司機 似乎完全沒繼續慘痛死傷悲劇 無視公共安全 罔顧人命 東森新聞王府安 廖玲軒 台中報導